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咩哥 今次有些比較的影片 今次我比較的是什麼呢 這隻中文絕左版的阿凡龍 以及今次這隻馬來西亞版的阿凡龍 我這條影片會和大家比較一下 這兩隻究竟哪隻比較划算 遲不遲 馬上看看這隻有什麼分別 先看看兩個盒的尺寸 明顯阿凡龍的盒子比馬來西亞盒 是比較熟稠的 比較小很多 同期原本的英文版和馬來西亞版本一樣 很明顯新版的阿凡龍的尺寸是一籌 究竟尺寸是否真的這麼重要 我們先看看無功能的角色 很明顯舊版中文版的畫功是比較細緻 反光位和人物的構造都很帥 另一邊箱 馬來西亞的畫風比較簡單 出自Love Letter 日文版的Graphic Designer手筆 而且它的設計很有趣 壞人的Logo在左邊是左派 而好人的Logo在右手邊 很容易分得出 相比舊版全部都偏向右手邊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然後再看看有功能的角色牌 舊版內所有功能都是以這個字去表達 所有玩家都要看 你會見到舊版普通角色都有字 其實很容易混淆 相反馬來西亞版有功能的角色 全部都以有圖詞表示 而無功能的全部都是只有字 所以非常容易分辨到 所以在功能上 馬來西亞版的圖像是比較有優勢的 中文版也沒有它的優勢 只是它的主題性比較好 為甚麼呢 例如梅林 之後不同的Board Game之後 都是以這個類似模組組成的梅林 大家看就知道這個是梅林 然後就是領袖標示 計分標誌 投票標誌 投票標誌 和投票牌 分別馬來西亞的尺寸會比較大 相信是因為盒子大一點 所以可以做得更大一點 最後就是計分版 不得不讚這個中文版 做得很清晰 而且尾功都很漂亮 你很清楚看到有多少個回合 每個回合需要派多少騎士 是很清晰的 相反馬來西亞版 做得太過凌亂了 我個人覺得 例如這裡很難去看到 哪一格是真正的任務 而且後面太過花了 但兩邊都是保留右下角 可以方便設定遊戲用 所以我都覺得 最後這個新的馬來西亞版 都不覺不失 但再看盒子的設計 馬來西亞版有分一個槽 是給卡 一個槽是給所有的組件 相反 中文版就是一個盒 甚麼都沒有 所以在收穫方面 我看到馬來西亞的那個 是完全好很多的 整體而言 哪一格會好一點呢 如果你本身 不懂得玩阿芳龍 當然 中文版會比較適合 因為中文版比較親切 起碼有中文版 會比較容易 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懂得玩阿芳龍 我建議你買這個版本 因為這個版本 現在香港有得買 即是聖誕派對又好 新年有得玩的時候 起碼有附企玩一下 因為這副的Graphic Designer 是Luffletter的作者去做的 如果你想收藏一副 比較特別的阿芳龍 這隻是一隻很好的選擇 另外 如果大家擔心 看不明白Russi 其實這裡是有一個 中文版的Russi 遲些我都會分享 這個PDF給大家 所以記得大家 就密切留意我Facebook 各位 好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更多你的Board Game影片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 我這些比較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各位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